好厲害 好厲害 現在是凌晨五點多 準備出門 Iris呢都會自備推車 因為東西啊我就是要帶很齊 不然啊自己都很不放心 早上啊我們出門的時候通常天都還沒亮喔 那因為現在是夏天的關係 所以現在是時間五點二十五分 天就已經微微張開微微亮了 只可惜呢已經被雲遮住了 今天我們的目的地是維多利亞飯店 那因為新娘呢在一樓的超高大廳 所以啊我今天幫她帶了一條超級閃亮亮的韓國頭紗 是我從韓國帶回來的喔 那希望今天呢有機會可以派上用場 那在超高的大廳啊用華麗的場頭紗 整個進場感覺會非常的大氣喔 為啊平常跟新娘溝通的時候就溝通得很仔細 所以啊連門禁的問題我都先提醒好新娘了 我們可以很快的順利上樓喔 從事新秘這麼多年來啊 我的花衣飾品都是新娘非常非常注意的焦點 提到鮮花新秘呢 欸幾乎代表人物就是艾瑞絲了 你可能會以為我跟其他新秘一樣 是買我飾品店做好的現成花衣飾品 但是其實啊我都是每一場就像你看到的這樣 在現場呢依照新娘的頭型 還有髮型的比例去調整的喔 就好像機器做的跟手做的溫度 契合度跟精緻度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麼多年來啊我還是堅持一定要現場製作 因為每一次的製作呢都是不同的素材不同的靈感 我就是喜歡給新娘這種獨一味的感覺 讓每個新娘都有專屬於自己的風格 今天呢很開心合作的是婚社大嘴 大嘴真的是婚社界的暖男代表 每次跟她合作呢我都不用擔心流程的問題 她都會事先就跟新娘做很充分的討論 然後當然我這邊也會確認過 然後當天呢也會很貼心的協助溝通所有的細節 我只要顧好新娘就好 真的超棒的啊 今天的新娘臉超級小 本身氣質就很好 所以當然呢也適用我最擅長的 清透自然精緻妝感 比較特別的是啊新郎不希望她染髮 像這種有靈氣的女孩 我也覺得黑髮很適合她 新娘比較特別的需求是 她每一套都希望有瀏海 穩定呢我建議她先側瀏海 後面我就會幫她剪短囉 就會複成她平常最喜歡的妹妹頭 然後她本身也很秀氣 所以呢飾品方面都適合小小的素材就好了 加上呢新郎也希望飾品不要太大 既然神隊友都願意來我工作室跟新娘一起討論了 我們還是稍微參考一下她的意見吧 所以呢今天我們都用小小的素材幫新娘製作飾品喔 只要流程不會太趕 也不會一直換新娘書畫空間 攝影師也沒有把新娘帶的太遠 我能顧及下一套的準備流程的話 新娘拍淚婚紗我都會去看一下 希望你時時刻刻都是最完美的狀態 我們再稍微整理一下 等一下呢就要準備開始穩定了 開始之前呢 愛瑞斯在教新娘鳳茶的注意事項 欸沒想到新娘說大嘴也教過她了 嗯超棒的我想聽第二次呢 新娘應該印象更深刻喔不容易忘記 今天穩定在客房 一下子進來非常多的親友 冷氣呢一時不夠 不夠涼也是可以理解的 真是苦了我們今天 全副武裝的新郎 滿身大汗啊 愛瑞斯先幫她整理一下 先用濕紙巾幫她降溫 哇整個臉跟脖子都是汗水 幫她擦一擦也比較舒服 哇在有自然光的地方拍新娘 怎麼拍都超級美 天然的蘋果雞 看我們家新娘 真的超級有氣質的 我的團隊造型師平常沒有接案的時候 都會這樣跟著我 還有團隊其他老師出來工作 整個就是母雞帶小雞的概念啊 即使呢有人剛入行不久 也在開始接案前 就累積了非常大量的經驗 我們團隊每個老師都有一套自己的習慣 還有不同的新娘屬性 在這樣大量的累積下來 會比自己摸索好幾年的新密 看得多也強得多喔 我的學生在教室上課之餘呢 我都鼓勵他們要多出來跟場 實際接觸新人跟婚禮才能學以致用 而且很多課堂上老師怎麼講 你們都會覺得很抽象的部分 來現場看就會懂了 這次呢 我有一個初階班第一次跟場的學生 我看他滿開心的 因為課堂上學的東西 他都看到我實際用在新娘身上 我想這樣你們才能累積自己的實力 你們學了 老師就希望你們能夠以接案為目標 所以呢要多跟場 才能在婚禮中處遍不經 有發現嗎 我都不會讓新娘在廁所梳畫喔 見面溝通的時候就跟新娘說明得很清楚 請他事先跟飯店做溝通 這樣子攝影師早上來拍照的時候 有漂亮的化妝場地跟光線才是最完美的 因為在廁所梳畫真的有諸多不便 所以新娘啊你們記得 當飯店跟你說在廁所梳畫就好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來跟我求救喔 不過我也會事先提醒你的啦 什麼意思 白紗造型完成 新娘也要準備去彩排囉 我也要請助理造型師 趕快幫我把東西挪下去新娘房 因為彩排的時候我也要去看一下 才知道整體的搭配有沒有要調整的地方 因為今天新娘沒有迎娶 彩排完呢才有時間可以直接拍累婚紗 如果你们是订结婚午宴有迎娶的话 我们整个流程呢会很赶 如果还要挤时间拍泪婚纱 那就真的要分秒必争了 请事先一定要跟我们讨论过哦 摄影师心力这边都要有充分的讨论 才有可能挤出那个珍贵的时间来拍泪婚纱 我们要回新凉房休息调整一下准备要进场咯 我们来看看新凉餐有什么 感觉还不错哦 准备进场整理头纱钟 每次呢用长头纱最怕的就是有阿伯出来上厕所 去踩到我从韩国带回来的头纱 会超心疼的 我们家团队造型师啊 还要卫用高阶的单眼相机 被我训练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通网上的照片都是自己拍的哦 而且我用的是昏摄等级的单眼相机 虽然呢技术跟摄影师真的差很远啦 但是呢我们用女孩视角帮新凉拍出我们女生喜欢的角度 有时候也是会有蛮好看的照片哦 这些年才的刚刚说呢 我们来看这个佛家20号的7号 了 我们今天在某医院就是 看看如此类似的 明天时刻 最后爸爸都分辨会来到 不同的刚才这种处理 不要我愿意跟随着 喜欢今天的这一件 你会不会IGHB 今天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当初因为很多的担心 和安安 而让两个人有机会认识 并且有着更多更多的互动 而这一切也保持着 慢慢的安排一样 人相识相知 记得相思相爱 而在今天 再见 新娘顺利进场以后啊 我就会带助理 赶快回新娘房吃饭 来看看我们的新秘餐 真的很感谢新娘的喂食哦 帮我们准备这么好的便当 爱你 觉得今天的新娘超棒的 别人跟她讲话她都用听的 头不会一直动 不会一直转头 不然换造型啊 时间真的非常的赶 新娘一直转头 我们很难定位 也很怕造型会做歪耶 给今天的新娘一个赞哦 给今天的新娘一个赞喔 给今天的新娘一个赞哦 只要你們進場我都在 我比新娘還要擔心有什麼問題 沒辦法 這就是天生的個性食啊 很快的新娘要換送客造型囉 頭上的花圈也是我剛剛在吃飯後的空檔做的 因為今天新娘頭超小 一不小心東西放在他身上都會無限被放大 所以幫他訂製的才能剛剛好呢 我會希望能夠有新娘房的鑰匙或者是房卡 因為這樣子呢 當我們不在的時候才能夠幫你們關門 那我知道很多新密都是沒有更出來看的 所以有時候你們在跟飯店要鑰匙或房卡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你可以跟他說 因為我的新密都會出來看我 所以不會一直待在新娘房 要請你給他鑰匙 OK 謝謝 一天的工作終於完成了 Iras都是搭計程車喔 我的東西超級多的啊 考量到大台北地區停車實在是太麻煩了 很怕因為這樣子而耽誤到新人的時間 所以呢我都搭車 我們收工喔 哇今天真的是跟夏天不一樣耶 原本夏天應該很熱 但是今天因為有下雨的關係 整個沒有那麼熱 但是呢因為婚禮人太多 如果啊新郎穿西裝啊 很怕熱的人 可能還是要稍微有心理準備喔 從早上五點多出門啊 到現在看一下 3點59分 就可以坐上計程車了 而且已經快回到家了 算很早囉 對啊因為離場婚禮 開始跟結束的時間不一樣 那像今天呢 十二點半左右吧 很準時就開始了 今天賓客真的很棒喔 大家都來得很準時 所以呢 整個宴席很早就開始了 那也可以提早結束 不然新郎跟新娘真的超累的耶 看我現在還身彩翼翼 對 我們心咪真的都是 裝電池的 嘿早上 四點多就起床 對我看 看我到現在還這麼有精神 那平常啊 有時候那種年底 真的太忙的時候啊 可能我下午還有約一個新娘要溝通 所以呢 就從早上凌晨出門 然後一直到婚宴結束 然後回去工作室呢 還要跟新娘見面簽約 或者是見面溝通 然後一路呢 可能就會忙到晚上七八點 下午等一下啊 晚上五點半就有七月的新娘要來溝通 那因為溝通造型啊 真的很重要 我們可以把流程 還有想要的造型 都當面把它講清楚 才不會透過Email 或者是LINE啊 其實有時候 文字的描述不一定有 見面溝通來得清楚 反而容易有一些誤會 所以我都喜歡跟新娘約 見面溝通 但是常常啊 新娘都只能 假日比較方便 所以啊 像我們婚宴結束以後 很常回去都還要接著跟新娘簽約 或者去溝通 但是我覺得這樣很值得 因為至少 像我今天婚禮的時候 我在幫新娘製作飾品啊 還有幫她搭配的時候 其實我都已經知道 新娘新娘的喜好了 所以我都直接把她逗上去 就OK 不用說在現場啊 大家還在那邊討論 真的很浪費時間 那有時候小管家在旁邊 也會覺得說 天啊你們到底是好了沒 因為畢竟他們還是有 上菜的壓力的 那我會覺得說 這邊溝通真的會比較清楚 所以呢 待會呢 我再溝通跟新娘喔 早上呢 凌晨四點多起床 到現在 四點 對 婚宴結束 即將到家 等一下五點半 還有個溝通 加油 謝謝你的收看 歡迎呢 有什麼想跟我討論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我會親自來回應 掰掰 好的機密帶你上天堂 選擇愛瑞絲帶你上天堂 收看我的頻道幫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